歡迎回到錢百百 今天真的看到三大法蘭當中 對於臺北股市 最大的工程應該是外資 買了一百五十八億 今天外資大買 投信自營商 也站在買方 但是今天居然發現 這大漲三百五十點 扯後腿的居然是關股 關股居然是大賣臺股四十億 這個禮拜賣超最多的一天 是今天 關股在打屁股 怎麼會這樣做呢 不是叫你說每天要發報告 然後要拿報告來看 說你買了什麼 結果你今天是賣了什麼 賣了四十億 待會會好好的說 不過至少今天外資有買 外資回補一百五十八億 接近一百五十九億 看看外資買什麼 買超第一名聯電 第二名台積電 金元雙雄回補了 一起買了 另外呢 也買進鴻基中華電 華航 長榮航 還有長榮跟陽明 航運股 航海王的 航空的都買 航運還有金元雙雄 都站在買方 外資買超前十名 立哥請明哲上來告訴大家 外資今天沒有外資就慘了 今天原來是外資買的 關股還扯後腿 關股打屁股 看看外資買什麼 如果他這樣子買 有很明顯的態度是真的要電子數囉 看好指數反攻的機會嗎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如果要電子數買的 拿兩檔個股最有效 就是金元雙雄 這兩檔個股最有效 而且還有這個 這也是占權重 書有名啦 因為昨天那個聯電公布出來的 那個六月份營收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買起來 第一個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對於指數 撐盤效果又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 他們要積極的回補期貨的空單 聯電兩萬多張 昨天還有外資報告 是砍低目標價 昨天低點三十七塊 今天立刻公布營收報告 股價的反彈 一紅吃二黑 今天聯電台積電 都是一根紅K棒吃前幾天的黑K棒 沒錯 台積電是吃三黑 還把缺口有補下來 所以金元雙雄這樣的表現 外資的回補 外資在今年上半年 賣聯電是賣最多 很多 賣了好像有一百零三萬張這麼多 今天這一回補 雖然是兩萬張而已 但是怎麼看聯電 他的反攻空間 基本上如果說 以這個角度來看 斷線上面應該是反彈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原則上 這個就是要關關難過關關過 因為現在看到的 他剛好是挑戰 十日的移動均線 那其實剛剛顧總也談過 你要挑戰什麼線 你至少要達到什麼樣的一個量能 所以整體來講 他如果要繼續過的話 基本上 十日的一個移動均量 他就有機會去越過所謂的十日線 下一關就看這個所謂越線的位置 那今天這樣的量能 他有機會過嗎 有機會站上嗎 基本上要維持 因為你從這樣子的量很明顯的 他就是大於最近期的一個平均量 所以整體來講只要那個量能沒有突然出現極度的萎縮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股價持續往上攻擊空間應該存在的 好所以聯電有的人都抱到這裡的期待一個反彈 但是壓力比較大的會是在哪 基本上我覺得壓力比較大應該會是越線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你從扣跌的角度來看 他剛好是從那個整個前波的整體平台跌下來的那個位置 所以整體來講 他下彎的那個壓力可能會稍微比較重一點 好44塊是月線關卡 現在是39塊快40塊差4塊錢 但是我們也怕今天外資大買明天會不會就大賣 常常這樣做啊 沒錯 常常這樣做啊 好不管如何今天是有買了晶圓雙雄 再來是航運股耶 航海航空都有耶 沒有錯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當然航空類股是在這一波股價相對來講 他的跌幅可能就沒有那麼慘 因為大家對於那個這個所謂的解封的一個題材 其實還去做期待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看像華航的一個股價 他最近其實都是在一個低檔去做一個區間的震盪整理 那原則上呢 因為上方他其實有比較多的均線 所以我們可能要稍微觀察就是 今天在整個攻擊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量 那今天外資開始轉為買超之後 大家也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會不會吸引短線上面的散戶資金也好 或者市場資金也好 如果可以開始出現增量的話 那原則上華航跟常榮航 因為他的股價其實沒有跌的這麼多 那反而在股價上面 他會有一個比較往上攻擊的空間 好 這是我們看到航空股的部分 那航運股大家我們會特別講 尤其是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他到底超級委屈了沒 現在連外資都有在回補的動作當中 是不是很委屈要反撲了 但是重點今天外資大買台股 當然很感謝外資支撐台股 但是外資在賣什麼 第一名竟然是台灣五十反一 賣了十一萬張 這就很明顯要準備做多了 對 沒有錯 因為事實上連期貨都開始補空單了 我記得我們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那時候我們常常看到外資買超前十名 三個反一都買了對不對 但是今天開始去做一個出場 代表說他們那個避險的需求其實沒有那麼強了 因此我覺得短線上面大家應該可以稍微鬆一口氣 原則上如果那個反一能夠繼續做調整的話 對於台股來講它就是一個持續反彈的訊號 好 所以這是一個訊號 待會兒會講這期貨訊號的部分 不過在賣潮當中 比較特別是這個 對 昨天大買今天又賣了 每天都這樣子 這個禮拜就是一天大買一天大賣 一天大買一天大賣 但是股價卻是沿著均線向上走高 只是昨天的高點六十三塊爆了很大的量 今天沒有過 今天紅大店雖然有一度漲停 但是這股價表現最後漲停是打開的 好 外資在轉賣 但是這怎麼看 一天買一天賣一天買一天賣的 就隔日沖 所以它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基本上不是那個法人 或者是這樣講 就是外資它不一定是整個波段的操作 它有可能是本土的資金 透過外資去做隔日沖的動作 所以這是大家第一個要注意 但是基本上會這種所謂一買一賣一買一賣 某種程度上面 它是認為說這個股價會持續往上墊的 所以它代表什麼 代表我隔天會有高點我才可以賣 對不對 所以它能夠做這樣的一個隔日沖 基本上對於股價來講 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正面的訊息 那原則上我是可以提供給大家一個看法 就是說基本上最近的一個行情 它很有趣 它基本上都是早上那個個股期先懂 就是八點四十分開盤的時候 它如果表現是強的 當天大概不會太弱 都 所以先看個股期 先看個股期 這個九點之前先看個股期的表現 如果是強的當天不弱 當天就不會太弱 沒錯 因為這個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槓桿的問題 他們如果說真的有先要推股價的話 因為個股期的槓桿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用比較少資金去推股價的動作 所以整體來講 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做觀察 好 來看宏達電分時圖 今天股價表現上 哇 開高後震盪 一度有一點壓低 在大盤走高的時候 它有點壓低 大家會有點怕怕的 結果呢 十二點以後 衝上去 漲停板碰到一下 再拉回 漲停板再碰到一下 盤中尾盤有幾次漲停碰到 所以呢企圖性還蠻強的 但是你這樣講的話 今天外資雖然賣 不過他一天買一天賣 就做隔日衝嘛 常常這樣的話他去搶 所以明天 明天我們繼續追洪家軍 宏達電家族的 雪紅阿姨概念股 威盛 建達 還有什麼這個 剛剛講到的這個宏達電 都可以的嗎 基本上我覺得最主要 大概就鎖定在宏達電或威盛 這兩檔個股來做就好 因為他的股價波動比較大 那如果說投資票要做當沖的話 大概就稍微觀察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的 第一個個股市的開盤 第二個當天市場的平均價格 那如果是在平均價格以下的話 就盡量不要做多了 那反過來就是盡量不要去做 如果是在均價以上的話 就盡量不要去做空單的操作 好但是我們看其他 他也擴散出去了 你看今天的陽明光 今天的這個大力光 也都開始動起來了 那這些光學元件的部分 也值得追嗎 光學元件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最主要表態的是 從3008大力光開始 對那就是趁著剛好系列要分割 佔領交易 他又回到股王了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簡單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比較好就是 他不是向下去做比價的 他是往上去做突破 而且你可以看到一個大底之後 然後看起來有點突破 頸線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所以整體我覺得光學類股 看起來是有一點轉強的味道 那接下來如果說大力光的 那個法術會又釋出 因為之前都是比較偏保守 就是看不到那個下個約定在哪裡 但如果說這個時候 如果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講法的話 因為股價在相對低檔 我覺得反而會有一個彈起來機會 股價相對低檔 現在就反而變成了反彈當中 很好的利基點 因為跌得夠深 然後之後呢 如果不要太差 至少有反彈空間 因為有很多個股 在這波修正裡頭 本益比很慘 超級 越來越慘 越來越慘 比大盤還慘 本益比很慘的 低的很可憐的個股 會不會有機會先發動 這種火若平陽 被當病貓的個股 現在誰在這時候 真的值得注意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底現階段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到底有多委屈 你看 今天雷打這麼大 雨下這麼大 你就知道台股的冤情有多重 是 你看喔 過去這10年台北股市的本益比 你看最高是23.62倍 這發生在2012年 然後呢 最高還有22.37倍的 那低的在哪裡 低的包括13.46倍 12.74倍 但是根據證交所統計的最近數據 因為它公佈的時間會在 我記得應該在10號之前 所以現在可以查到的數據是 今年5月份的台股本益比多少 12.3倍 對 那你經過6月份 7月份的下跌 現在本益比應該大概就在10倍上下 只剩10倍 對 是市場喔 不是個股是市場 大盤剩下10倍的本益比 那如果比大盤還慘的 那是不是就是 如果真有跌升反彈的機會空間 我們先看到 低於10倍以下的個股來看好了 哇 今天就有聯電 華方電夠慘了 大家應該講名字也都知道了 心中有底 世界先進 然後這幾天跌得很深的旗鴻 聯發客更不用說都破了700 甚至600多了 再來呢 也看到有富彩瑞玉華通鴻基 好 這是低於10倍的 低於10倍還有更低的 不過呢 先從低於10倍以下 但是呢 最近有沒有一點那個 可以留意的硬底之骨 我們把它抓出來看 基本上如果說從這個 所謂目前低於10倍的 一個個股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短線上面 一些半導體的個股 現在可以先看一下 因為包括了 你看聯電也從 這個六十幾塊 跌到現在四十塊錢不到 無論說你認為到底成熟至成 接下來到底有多功過於求 它的股價畢竟是便宜 所以這個部分是第一個 然後他還拿出好的業績 而且他營收創歷史新高 所以這樣的本益比 就是超級夠委屈的 沒有錯 那我們看他帶來那一張 這講到除了聯電之外 還有哪些是真的本益比低 但是營收要成長 然後法人有買的 那就現在是超級太委屈股 沒有錯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稍微區分一下 就是我只要不要跟市場差太多 然後上半年 當然這個時候剛好在公佈六月份 所以有六月份 我們就看六月份 如果沒有就看到五月份累積的營收 至少我比去年同期成長 那法人又有買的話 大概有幾個方案 大家可以去留意 包括了中興電 他目前的本益比是13.6倍 然後智深他目前的本益比是11.5倍 南電的本益比是12.6倍 那剛剛談到的齊鴻 他目前的本益比是9.9倍 那以及像是聯茂 他的本益比只有7.1倍 這些那如果來講 這委屈疼度你這樣子放下來 所以聯茂跟齊鴻最委屈 沒錯 那我們看看散熱股齊鴻好了 今天的反彈也蠻強的 也有至少半根漲停板的表現 說到今天至少要有半根漲停的個股 我們才拿來檢視 這個早上一度還有破低 就是80塊錢以下 像這樣的個股 同一時間看到破低 然後做一個拉長下影線的反彈 今天這根紅K下影線怎麼看 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第一個我下影線的過程當中 我是有量的 所以代表說這個防守的力道 基本上是存在的 那雖然說是7.99 但簡單來講說是 他要守那個80塊錢的整數大關 所以這個部分守住之後 當然其實有利於後續 股價先出現所謂的跌升反彈 但是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因為他前波有一個低點 所以我們先看 他能不能夠把前面的那個低點 因為他原本是低點是防守 那再跌破他就是支撐變成壓力 所以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價格的問題 應該是在接近快 95塊錢附近吧 95元附近 那以今天來看93塊 93塊左右 93到95之間壓力就在 今天是87塊4 這是齊鴻 剛剛看到散熱族群 南電 智深 中興電 還有聯毛 這是我們看到 本益比大概在跟台股差不多的 個股去檢視 我們把更慘的拿出來看 更病貓的 本益比5倍以下的 有誰居然有5倍以下的 華邦電 大宇資 陽明長榮 今天外資有買 他也減便宜 他也去買這個跌升的 本益比很低的 這剛好也都是在低 本益比5倍以下的大成鋼 萬海 台坡 好像很多傳產股 沒有錯 比較多傳產 比較委屈 好 謝謝明澤高的大家 這是我們看到 從本益比角度去看 這些虎若平洋的概念股 現在到底有沒有機會 做一點反撲 待會回到現場再講到 現在是跌升反彈搶的時機嗎 但是有很多個股投資朋友 已經沒錢可以搶反彈了 要怎麼辦 聚當韭菜花 要教你 搶跌升反彈也可以 但是你用換股的方式 壞股換好股 也許可以脫胎換股 待會告訴你